中亚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在张谦未通西域之前 这里就曾经有着辉煌悠久的历史 而在丝路开通之后 又与东方的中国进行着密切的贸易与通商往来 巴克特里亚 它位于中亚阿姆河以南 新都库斯山以北 也就是经阿富汗北部 塔吉克南部 这个古中亚地区毗邻中国西北 在汉代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大夏 隋唐时期称为土火罗 亚历三大大帝来过这里 张谦与玄奘也曾从此经过 它是丝绸之路出中国向西通往西方的第一站 因此也对中国西域产生过深远的文化影响 1877年 一批黄金宝藏在古代巴克特里亚地区 也就是经塔吉克斯坦 塔赫提库瓦德被发现 据称当地人偶然在阿姆河的南岸滑坡处 挖掘到一些金币 结果消息不进而走 古董商人 贩子 盗贼也都纷纷而止 当这批器物被官方发现之后 很多已经不知所重 零散了一些 被当时英国驻阿富汗的军官 弗朗西斯查尔斯伯顿获得 目前藏在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那么其中主要的一批 为当时的英属印度考古调查局主任 亚利三大坎尼安所收购 后来收传在大英博物馆 因为其实最先在阿姆河发现的 因此也被誉为阿姆河宝藏 可以说 这批黄金宝藏在抵达大英博物馆的那一刻 就轰动了整个欧洲 因为他向世人惊艳地揭示了 世界各大文明曾在中亚地区进行碰撞 汇翠与交融的证据 有古希腊 古埃及 两河流域 波斯 甚至还有来自北方游牧民族 斯基泰等各种文化 据估计 整批宝藏至少应该有3000来件 很可惜的是 大部分已经被融掉后 因交易而不知所终 目前在大英博物馆仅有170多件器物 几乎全是金器 另有少量的银器 还有200枚钱币 通过研究钱币可知 这批器物不是同一个时期的 除了古波斯帝国的遗物之外 还有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希腊化时期的 时间跨度大约是公元前5到30级 那么在此之前 中亚地区从未有如此多的波斯帝国时期的 金银器被发现 而这段历史 也刚好书间上我们之前讲到的亚述帝国 公元前612年 位于西亚的米底王国和新巴比伦联军 攻陷了亚述都城尼尼威 称霸了两河流域四个世纪之久的新亚述帝国因此覆灭 很快 南部的波斯崛起 在击败米底之后 由居鲁士大帝建立起了波斯阿歇美尼德王朝 其极盛时期的疆域 东西印度和平原 西至巴尔干半岛 南至埃及和利比亚 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国家 当年分散在这片土地上的28个小国与部族 最终成为了波斯帝国的28个行省 而巴克特里亚正是其中之一 很显然 这是一个融合了多民族文化的帝国 为了彰显帝国的权威 国王大流氏伊士下令 从被征服的各个民族中 增掉大量的劳动力 用以修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 最雄伟的巨石宫殿群 新首都波斯波利斯 其建筑风格可以说是融合了古埃及 古巴比伦 古希腊等各民族的艺术成就 据记载 修建宫殿的砖来自巴比伦 雪松木来自黎巴嫩 另外还有印度等地的象牙 而镶在宫殿上的黄金 只是取自巴克特里亚 如今 从仅存的达20多米之高的巨柱 依然可以感受到波斯帝国西日的辉煌 此外 在通往波斯波利斯中央大厅的阶梯侧面的石墙上 还残留下数组精美绝伦的浮雕 展现了索格底 斯基泰 努比亚 埃奥尼亚 小亚西亚 巴比伦 阿拉伯等23个国家级城邦的使臣 将号称万王之王的大流氏一世进贡的场景 不同国家的进贡队伍 身着不同的服饰 带着不同的贡品 其中巴克特里亚人进贡的 就是后来享誉丝绸之路上的大厦双风陀 我们将目光再次集中在这些来自巴克特里亚的阿姆河宝藏 走进伊朗展厅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辆精美的四马双轮车 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双轮车站马就是来自于中亚地区 时间大概是公元前2000年 而后向西传入近东及埃及 向东则传入了中国 这件小型马车高仅为7.5厘米 制作工艺十分精湛 马腿有部分残缺 通过X光照射 可以看出人物与马匹是中空的 可见当时为了节省黄金的用量 整个模型为锻造而成 这对工艺的要求很高 这一点和同一时期的中国传统经营器不同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经营器都是铸造的 就是做一个拇指 然后把液态的金属浇灌进去 直到唐代的时候 中亚的苏特尔人将这一记忆带入了中国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和家村唐代经营器较长 不过这种来自中亚锤叶工艺的器皿 也曾出现在山东青州战国奇王墓里 比如银河 还有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西汉银河 可见中国与中亚之间很早就有国贸易与联系 马车上有一车夫 旁边的一位身着谜底服饰的人 依据其头饰和景环 可知应该是当时波斯帝国上流阶层的官员 也许就是波斯行省的总督 在宿直或回管辖区的路上 我们知道 在整个波斯帝国领土范围内 从平原到高山寨到高原 地理环境相当复杂 而为了有效管理庞大的帝国 那么就需要规模空前的陆路交通系统 大流市一是在其执政期间 就动用巨资和人力 修建了一条西字土耳其与埃及 东连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迟岛 这样哪里有叛乱很快就能平定 哪里需要资源 就可以迅速调动马匹与车辆运送而至 这庞大的陆路系统 后来也成为了中亚丝绸之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它大大加深了东西方的文化与贸易联系 如果你仔细看马车前端 可以发现上面镶嵌的居然是一个古埃及神 名叫贝斯 他是一个双腿呈弓形的侏儒 是平民的家庭保护神 也是庇佑长途马车的善神 那么一个古埃及神 又怎么会在阿富汗的边境保佑波斯人呢 这便是波斯帝国强大的文化包容性 古希腊历史学家西罗多德成写道 没有比波斯更能包容的民族了 他们穿米底亚人的服装 因为觉得更帅气 他们吸收缠纳被征服者的宗教信仰 这个兼容并报的帝国 甚至乐于用别国的文字 发表国家公文与正式公告 那么除了这辆马车 保障中还有着大量的闭环 一些具有明显的丝基态风格 其中最精致的一件闭环的兽型装饰 很显然是近东地区比较流行的格里芬 也就是丝鹰兽 在其他保障的戒指头饰 以及金币上也有同样的形象出现 这种长有狮子的躯体 鹰的头部和翅膀的形象 无论是在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亚述神话 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信仰 一或是古希腊神话中都有出现 而碧环也出现在了王朝首都 波斯玻里斯县村的碧雕中 很有可能 这是当时上流人士之间互贞的最贵重的礼物 虽然此时中国与西亚的丝绸之路还未开通 但是有研究认为 河北平山中山王墓里出土一件有意的青铜错银神兽 是受到了波斯文化的影响 但已经本土化了 因为上面有着战国典型的文士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个闭环 会发现上面有很多凹槽 这里面最初应该是镶嵌的宝石 具体可以参考另外一件 来自于伊朗的苏萨 也就是波斯旧东墓葬出土的金香红玉水 绿松石和青金石的耳环 还有来自金伊拉克两河流域 亚述帝国尼姆鲁的黄金宝藏 出土的带有绿松石 青金石和玛瑙的金戒指 最后再结合之前我们介绍的 古埃及图坦卡木墓藏出土的黄金面具 可以看出这些艺术品几乎都是黄金 镶嵌了同种类的宝石 绿松石来自于波斯 青金石就是来自于巴克特雷亚 玛瑙则来自于印度 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横跨欧亚非的贸易链 这条链实际上早在五千多年前就已经非常活跃了 那么除了近东区域 宝藏中的一些金像 还反映了活跃在东欧大草原 至中亚一带的斯基泰人的形象 也曾是中国《汉书西域传》中 记载被大跃之人击败的塞种人 斯基泰人是欧亚大陆上最早的草原游牧民族 在波斯玻利斯建筑的浮雕上 可以看出他们头戴肩帽子 穿着裤子与连裤袜 西罗多德曾在历史中记载 在西波战争期间 斯基泰人和巴克特雷亚人 曾经被编织在波斯大军中与希腊人作战 这个头戴肩帽的金人很明显就是斯基泰人了 而且在其胯下缺失的应该是一匹马 这边一大片展示的是51个金饰版 据研究他们应该是信徒们到寺院还原时 供奉用的许愿金牌 有点类似敦煌长金洞供养人捐赠的话 其中这张战客的就是斯基泰人首举巴尔树 在进行火仙教仪式的场面 火仙教我们之前有过很详细的介绍 作为中国唐代三一教之一的他历史最为悠久 比较有意思的是 当时索罗亚斯德在谜底和波斯传教的时候 火仙教是不受待见的 直到他在公元前588年来到了巴克特雷亚 首先得到这边贵族阶层的信任后才返船回波斯 最终在波斯帝国建立时将其确立为国教 除了这件金牌 这里还有两尊仙教术士金像军士穿长袍 首举巴尔树进行仪式的形象 那么我们总体再来看这批宝藏 首先拥有它的人绝非平民 依据那些供养牌 可以推测这些器物有可能是一座神庙出土的 但也有很大的可能 他们曾经属于一位兴奉火仙教的波斯贵族官员 根据宝藏年代所属的下限 那时已经是亚历山大东征时期 我们可以想象公元前334年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大军入侵波斯帝国 三年后攻下帝国首都波斯玻璃时 此时整个波斯帝国大部分区域被亚历山大控制 末代皇帝大刘士三世带兵东侧 转而向北方的斯基泰波洛联盟求救 无果 也就是在波斯即将沦往之际 巴克特里亚总督贝书斯突然兵变 挟持并处死了大刘士三世 接着继续在巴克特里亚省内流窜 最后他被亚历山大的军队抓获 亚历山大对他的四军队进行了审判 割去了他的鼻子和耳朵 然后将其处死 22个世纪之后 在阿姆河的河畔出土了一批波斯宝物 其中包括纯金的驶马战车模型 金剑鞘、金腕 一副饰有长脚师针英手朔的碧串 金饰板和大量的波斯金币 这些珍贵灿烂的珍宝 是不是这位波斯总督在最后的疯狂流窜中 匆匆埋下的 恐怕也只有历史自己知晓了